Sup 给做出来 然后直接贴上来就可以了 那两种方法 要不就是你直接看得懂 你就直接改 要不呢 你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再请ChryGP修改完之后 得到结果再贴过来OK 看哪个方法简单 你就用哪个方法 我是觉得都还蛮简单的 其实你现阶段 其实你真的没有在写程式 现阶段你有只知道说 怎么叙述产生程式贴过来而已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要学得更好 你还是慢慢要知道它的规则 所以不外乎就是这个方选 那底下再加一个Sup 那这个Sup的结构 一定会是Sup开头 然后N的Sup结尾 头跟尾 特别是你不能有头没尾 OK 那另外的话呢 Sup后面这个就它的名称 也就是说呢 Sup名称叫这一串 什么Concat 反正它就取一个名称 那我如果不喜欢这个名称 你可以改的 比如说你说老师我想要改成叫手机好了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就把这个名称 直接Delete掉 但是记得后面的刮户不要把它Delete掉 你这个地方就改成什么叫手机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那输出 不过好像还有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输出只有输出一个 那怎么办 你说老师我要输出到14到1的Ctrl向下看一下 103嘛 所以我需要输出的范围是14到103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 没关系 你可以再把问题怎么样 再修改一下 那跟他讲说 请你帮我改成什么 输出范围 结果输出到 那我们刚刚是14嘛 那你其实可以怎么 14到的话呢 我是建议啦 你可以记一个冒号 冒号指的就是连续范围 OK 或者你打个倒也可以啦 不过我是觉得你这个地方简单一点 冒号就可以103 他就知道说 你刚刚不是只有输出到14哦 而是要一个连续的范围 那他就懂了 懂了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要把它传送 然后他就重新帮你再产生一个新的 新的程式 那你可以看到 他就是在跑了 不过你会发现 他其实跟刚刚的程式里面最大的差别 其实就是在这个外面包一个回圈 所谓的Fall回圈 那这个Fall回圈有头一定有尾 尾的话就耐热 所以有Fall就会有耐热 这个是一个 怎么讲 所谓的回圈就重复做什么事情 重复做什么事呢 重复做 就是从第四列 四指的是列 到103列 帮我做变化 有没有 所以这个I值的就列哦 那列后会变 其他不会变 有没有 做的规则是一样的 那他底下的话 就是刚刚的程式 帮你做完 那所以我们把这段程式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过来好了 所以刚刚这段 干脆把它盖过去好了 所以 把这个程式复制 然后贴的话呢 就直接贴到我们刚刚的这个地方 把它贴 贴的话干脆就把它盖过去好了 留这个名称好了 我把它贴上 因为名称我刚刚改成这个sub吧 所以我上面这个留下来 下面这一行把它delete掉 反正记得开头一定叫sub名称 那名称不一定是英文的 中文也可以 不过你不能用数字哦 你不能用那个什么 前面加个零也不行 零一这样不行哦 也就是名称前面 不能是数字开头 但是你说老师 那我数字结尾可不可以 数字结尾可以 数字开头不行 这个是规则 请各位就把它记下来就OK的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OK 其实你也没有做什么事 不过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 就是i就是列嘛 那就把资料串好 先串09 再串这个6的话呢 这个sales很重要 sales就储存格的意思 那刮壶里面的话 指的就哪一列哪一欄 所以这个是第一 如果从四开始的话 就是第四列 6的话呢 指的就是第六欄的意思 第六欄应该是哪一欄 ABCDEF 你明白吗 这F欄 然后7的话就是G 8的话就是H OK 所以意思就是把6 7 8全部串在一起 输出到指定的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呢 就是这个地方 i一样是第四列好了 如果是4的话 那5的话呢 指的就第几欄 E欄嘛 不过啦 跟各位讲 如果你假设你看这个 看不习惯 对不对 你说老师这个6 7 8 这个 每次我还去算 ABCDEF 那如果你觉得看起来不容易阅读的话 像我个人的习惯 我会把6改成F 那改的话呢 你不能 就是用数字哦 你要把它当文字 所以呢 因为文字前后一定要加双引号 所以如果你假设啦 你觉得说老师那个 6这样阅读性不高 哪一欄我要算完之后 还要再改成英文的哪一个英文字母 那不容易阅读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在这边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F 那这边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改成G 那这边一样 这边改成H 那如果不改没关系啦 只是说如果你改完之后 你会看程式会比较容易理解的话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做的 所以慢慢也许你们可以 自己再针对它给你的程式 那自己再稍微改一下 那以后的话慢慢除了可以看懂之外 你也可以自己会改 然后甚至你也可以加一点东西 对不对 那当然你就慢慢越来越进步了吧 也就是说它除了可以产生之外 你可以做成你要的样子 哇这样子就很OK了 那以后有问题也不用说每次都还要一直问他 错了就一直问他 一直问他一直问他 不用啦 自己改一下就好了 所以不定之前有那个同学 他其实只是小错一点东西 他要改 然后一直跑跑跑 就有点像原地打转 那其实你会看程式 你就自己看一下哪边改一下不就好了 所以怎么做比较简单 我想各位自己可以慢慢调整出一个方式 最重要的是输出啦 另外顺便讲一点 在VPA里面 只要是定宣告 宣告变数的这一些东西 它的规则是你可以宣告 也可以不宣告 不宣告的话它会自己产生 所以我的个人习惯 因为我如果不想要看到这么多程式的话 我有个习惯 我会习惯把它删掉 有没有 你会发现删掉之后呢 底下的程式 感觉突然间变清爽很多了 有没有 就不会感觉好像 哇这么多程式看起来压力很大的感觉 还有空白又把它delete掉 OK 所以这个的话也许你可以自己在稍微 透过TrackDB给你的程式 自己再进一步学习 增加你的程式功力 慢慢你会发现 你就不会越来越排斥程式 你会觉得哇 写程式很简单啊 所以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可以让很多人 本来是会相当排斥程式的 应该会爱上程式吧 如果小朋友 我觉得他可以学这个 这个很难估算 他如果会这个方法 真的什么程式写不出来 应该没有了 真的他只要有创意有想法 剩下就是说他想要做什么 他就可以真的做出来 OK 真的可以做太多东西 我觉得 而且不是只有写VBA 写其他语言的都可以 写Python 因为我也教Python 其实我现在教慢慢也 不像以前 就是从头这样慢慢教 我就直接跟同学讲说 你可以配合Chalking T 这样子很快就可以把问题给解决 那我们来试一下结果 这个刚刚就输出一个 那我改成范围 加一个ForwayChain 执行看看 OK了 那你可以点这边Ctrl向下 看一下是不是到104 是吗 OK那没问题 我们这个就完成 那再来就是说 底下我需要 这个叫我手机好了 不要手机 我需要再写一个清除掉这个范围的一个Sub的话 如果你不会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把刚刚这个问题 请帮我撰写一个Sub程式 然后做什么呢 就是清除什么 清除 最简单的叙述 就是14-1103就可以了 就是跟他讲说 你帮我写一个Sub程式 就做这件事就OK了 把它执行一下 那这个时候他就帮你清除掉 其实就一行 其实他就是用一个物件 叫做Range 所以Range其实是可以指一个储存格 也可以指一个范围 那一个范围的叙述方法 就是14-1103 后面调用他一个方法 叫做Clear Clear应该知道吧 清除 Contents就是内容 不过啦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假设Clear的话 就是清除就是清除全部 Clear就是清除全部 ClearContents就是清除他的文字 他的资料 OK 所以我们把这一个部分 一样复制 然后再贴到这底下 那我把它改一下好了 改成叫清除 这个名称就不 直接叫清除 好了 就两段 这个其实应该蛮看得懂 清除 执行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最终是 做到这样子 跟这样子 那以前是要自己写 现在应该不用 我现在用翘一笔写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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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